他今年已经九岁,体重却不足五千克 他年仅十二岁,却面临着死亡的厄运 是怎样的基因密码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敬请收看《搜紧科学生命天书》 河南省周口是路易县赵村乡的一个小村庄里 有一个特殊的家庭 从屋门口望进去,远远地就看见一个小男孩躺在床上 从外表看,完全看不出孩子有多大 孩子的脸瘦得几乎皮包骨头 一双眼窝深陷,神情呆滞 空空地盯着远处 孩子看上去很虚弱 躺在那里想动他都显得很困难 额头上挂着与年龄很不相称的皱纹 不高兴时,也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 只能发出非常虚弱的呜呜声 而那声音小的,几乎无法听到 脸上腿皮,腿头皮,腿皮,腿一层掉了哈腿 腿一层掉了哈腿 到郑州去监察这个皮肤有病的时候,郑州的医院医生都说 郑州不是管皮肤有病 可能还有,大脑可能还有病 这个男孩是老人的孙子 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桑子恒 今年已经八岁了 然而体重却不足五千克 为了给孩子治病 小子恒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每天照顾孩子 这次成为老两口最重要的事情 小子恒牙齿不好 长得又非常凌乱 几乎无法取决 吃饭非常困难 而身体又没有力气 没有办法做起来 所以小子恒的奶奶 每天只能是熬些粥 一点一点的给她喂下去 小子恒吞咽非常困难 一顿饭吃不了多少东西 却要花上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 只有在孩子睡觉的时候 老两口才能难得清洁 而这时桑发雨 总是会拿上小子恒小时候的照片 就那么翻来覆去的看着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溢 她所拥有的也只有这几张照片 照片上的孩子白白胖胖 开心的对着爷爷笑着 让人很难相信 这就是眼前的小子恒 桑发雨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想到孩子一年不如一年 桑发雨 就感到一阵阵的绝望 古老公 原来她是很胖 还胖 还好小孩 最后逐渐呢 生命也会说也会走 毛骨都变得非常挺多 连爸妈都会叫 啥都正常啥都懂的 最后来到三十岁的时候 都不行了 到那边都会走 原来会走会超几步了 也不会超了也不会走了 吃饭原来吃饭都正常 现在吃饭也不会吃饭 其实桑子恒是桑发育的二孙子 他还有一个哥哥叫桑子轩 和桑子恒一样 也得了这不知名的病 两年以前去世了 如今小子恒已经无法行走了 可老两口却都不忍心 让孩子就这样 每天躺在床上不见天日 只要外面阳光明媚 他们都会抱着孩子 出来晒晒太阳 看到眼前的孙子 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桑发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些年来 他的泪水 几乎已经快要枯干了 原来喜欢让人抱吗 原来喜欢 抱他哥 抱他哥也得抱他 我一人抱着梁 他不哭了 我抱他哥不抱他 他哭 他老要趁着家闻抱 可是现在 小子恒非常害怕 别人触碰他 一碰就会痛得 发出乌乌声 几年以来 家人带着两个孩子 走遍了郑州 哈尔滨等地检查案 可是医生们 却从来没有见过 邓 也始终没有确诊 难道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孩子 一天不如一天吗 两个孩子的消息 很快被各个媒体所捕获 大家都希望 能够帮助这个家庭 找到病因 看到关于两个孩子的报道 一篇接着一篇 2012年4月24日 中国联名解放军 第四军医大学 DNA分行中心的 两位工作人员 来到了桑发雨的家 孩子有时候哭 哭声很小 他那个哭声啊 就不像正常孩子那哭声 就是跟着小猫一样 啾啾啾那样 他的头发比较稀少 说他这个皮肤出现皱纹 有色素成着 然后整个衰老的症状都出现了 说临床医生诊断 就是早衰症 那么是不是早衰 就要依赖于我们基因诊断 儿童早衰症 儿童早衰症也称为儿童早老综合症 是一种特别稀少的儿童基因病变 可以导致儿童戏剧性的早衰 老化 过早死亡 身体衰老的过程比正常人快五到十倍 患者样貌像老人 器官也迅速衰退 造成生理技能下降 患者一般只能活七到二十岁 大部分都会死于衰老疾病 全球每八百万新生儿中 只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这个早衰症呢 因为在全球的发病率是 它属于一个极其罕见的一个遗产病 那么在全球呢 也只有几十例 我们看到这个兄弟俩呢 出现这个 同时出现这个早衰症呢 那么这个是非常的罕见 罕见当中的罕见 要想知道究竟兄弟俩 是不是患上了早衰症 就必须对他们进行基因检测 基因是DNA分子上的一个功能片段 是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 是决定一切生物物种最基本的因子 基因决定人的生老病死 人的长相 身高 体重 肤色 性格 甚至健康等均与基因密不可分 而抽屑是检测基因常用的方法 可是 要想给这样的孩子抽屑 却是个大难题 我一看那个孩子那么瘦小 那血管根本就看不到 然后就觉得应该是踩不到 我就在那拍啊 找啊 然后最后找到 孩子的血管 吸得非常非常难以找到 再加上孩子过于瘦弱 关节也都发生了软缩 稍稍移动的不合适 它就会发出呜呜的声音 让人不忍再去触碰 即使是扎到了血管 出血速度也是非常非常慢 而人体的基因有几万个 如果全部筛查 或许要耗费几年的时间 显然不见识 那么 如何才能做到 大海捞针呢 针对血样 最简单有效的检查 就是检测世界上 已经报道过的 关于早衰最常见的基因位置 是否出现了病病 如果是 那么就可以很快给孩子确诊 然而反复比对之后发现 最常见的两个早衰基因 都没有出现问题 这可让检测人员 一下子处在了茫然之中 该怎么办 这就给我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它到底是哪种早衰症 因为毕竟 国际上现在已经报道了的早衰症 已经有将近十种 这是大家还算比较知道的清楚的 我们也并不排除 还有未报道的 就是没有相关研究的 一些早衰照 反复对照 桑子轩和桑子恒 与国际上早衰患者的照片后 吴元明发现 他与这两种类型的早衰患者 从外貌上的确有些不同 那他会不会是其他类型的早衰呢 可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难道要进行全基因筛查吗 检测人员并不想这么做 做了一个发现之组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测序 然后这个测序是 大概测出来有四千多个突变位点 涉及到一千多个基因 然后在这个基因里边我们又进一步分析 最终确诊到五十八个基因作为一个候选基因 但是这五十八个基因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一个相当于盲目大海 还是找不到一个确定的方向 就这样 工作人员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 来逐个寻找这罪魁祸首 幸运的是 经过反复筛查 比对 终于确定了治病基因 两个孩子的确是都患上了早衰症 而且世界上根本没有可以治疗的方案 这个消息 仿佛一颗重磅炸弹 让一家人彻底走向了绝望 同时 他们也非常不理解 家里人都渐渐康康 为什么这两个孩子 全都患上了这种病呢 为了弄清楚 究竟两个孩子 为什么会都患上这种奇怪的疾病 是隐性遗传 还是基因突变 一切都还是未知 要对孩子的整个家系 都进行调查 甚至基因检测 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 然而经过调查 却并没有发现 两家有近亲结婚的现象 家中之前 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病患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 对这个家系的成员 全部进行基因检测 看看问题究竟出现在了哪里 究竟两个孩子 是因为基因突变而致病 还是隐性遗传呢 但是 即使检测出了致病基因 目前的科学手段 却依然无法为致病提供帮助 那么这样做 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已经发病的孩子来说 我们可能 就是就目前的科技手段来说 我们不能把一个基因 进行一个置换呀 通过一个基因治疗 这个方法呢 目前还不太成熟 但是对于他 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来说 我们是可以带来一个 预防的一个目的 可以指导生育的一个目的 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正是这家人所期盼的 肖子恒的妈妈 无论工作再忙 都会经常抽出时间 回家照顾孩子 他愿自己的命 为什么这么苦 他多希望自己能替孩子 受这份罪 随着他儿子的逝去 如今生一个健康的孩子的愿望 在他的心中越来越强烈 然而却始终没有勇气冒这个险 他不知道 如果命运再次跟他开一个玩笑 会是怎样的欲哭无泪 其实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靠谤运气不一定能带来好运 然而这个家庭的未来 也并非是没有希望的 检查结果表明 孩子患病是由于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 人体有23对染色体 其中22对是常染色体 还有一对叫性染色体 如果夫妻双方常染色体上的 同一个基因出现病变 他们本身却并不发病 这就是隐性遗传 但是他们孕育出来的后代 则有发病的可能性 对于一般的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来说 如果夫妻两个是正常的 是携带者 那么他们生出这个健康的孩子的概率 是四分之三 只有四分之一的概率 是生出来一个治病的孩子 羊水存在于羊膜腔内 受精卵于受精第七天 形成羊膜腔 开始产生羊水 胎儿生活在羊水中 其皮肤的上皮细胞 呼吸道 消化道和灭尿道的细胞 会脱落在羊水中 这些细胞经培养等特殊处理 可进行基因检测 诊断疾病 羊水检查 多在妊娠16到20周期间进行 通过羊膜穿刺术 采取羊水 进行检查 检查项目 包括细胞培养 性染色体鉴定 染色体核心分析 羊水甲胎蛋白测定 羊水生化检查等 以确定胎儿成熟程度 和健康状况 诊断胎儿是否正常 或患有某些遗传病 而之前 吴元明就已经通过基因的检测 帮助很多个患病家庭 生下了健康的孩子 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 给这些家庭带来了光明 每次看到他们 吴元明就充满了信心 现在知道了致病基因的位置 就可以在孕期进行羊水穿刺 提取羊水里边细胞的基因素 看胎儿在致病基因的位置 是否有病变 等待检测结果显得那么漫长 幸运的是 这一次他所怀的 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孩子 发现这个胎儿非常非常幸运 他都不是携带者 就是这个二分之一的概率 他都没有得到 而是他遗传的这四分之一 最优良的这个基因 所以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小生命的顺利降生 让阴暗的天空透过了一丝阳光 其实 无论再复杂罕见的遗传病 只要能够找到致病基因 都可以通过对孕妇进行基因检测 来判断他们腹中的孩子 是否健康 这无疑被缺陷基因携带者 带来了希望 然而 一个政策的出台 几乎打碎了所有患者家庭的 这个希望 与此同时 胡元明也接到了一个 特殊的电话 我当时接到一个孕妇的电话 当时他就哭哭啼啼地跟我说 说是这个 我在之前已经在宁州 这个做了这个 这个明确的这个殖病基因了 那么现在我已经怀孕了 那现在出台了这个政策 是不是意味着我就没法对这个胎儿的 这个做一个基因诊断呢 是预测我这个胎儿是不是健康呢 如今 一些不正规企业也在进行相关检测 这不但不能对患者提供有效帮助 甚至还可能害了他们 因此国家决定 教廷诊断 而这个政策的出台 对于所有从事 基因测序工作的人来说 都感到有些迷茫 浙江大学的齐明 也是其中一个 齐明身边有一个病友会 他们的家庭多多少少 都跟基因营养不良疾病有关系 他们对于这个教廷令 更是深感不解和交集 小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今年已经十二岁了 是一个患有 加肥大性 及营养不良的孩子 这种类型的疾病 通常活不过二十岁 近几年 他一直在进行激素治疗 以延缓病情的进展 然而 这种治疗的副作用 就是有可能会导致患而变胖 他如今已经有六十千克重 而因为家住六楼 父母已经无法每天 被他上下楼去上学 为了多挣些钱给孩子治病 父母无暇对他进行照顾 因此只好将他送到乡下的 爷爷奶奶家居住 康复训练却是一天也不能停 父母两个为此 每天要来回奔波几十公里 真可谓是心力交瘁 然而即便如此 他们也知道 儿子陪伴他们的时间 不会很久 于是再生一个孩子的愿报 萌生了 今天表现还好 不错 每天都这样坚持行不行 你爸爸刚才不是说了 我们就说像这样子的家庭 很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小孩子来做 也是算精神寄托吧 就现在就不敢生了 就只能是等待了 什么时候可以再做精检测了 什么时候才生呀 不过像我这样 年纪已经不算小了 就我不知道能等到什么时候 小风虽然能够隐隐感觉到 自己与其他小朋友不同 但是他并不知道 自己的病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纯净的眼神 天真的笑容 让父母倍感心痛 这位妈妈深知 如果凭借侥幸心理 再生一个 那么孩子患病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 他无法冒这个险 而像他这样的家庭 在群里还有很多 大家现在都处于了迷茫之中 群主林棕雄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患者 他深知 这样的病意味着什么 他暗暗的为这些妈妈们 捏了一把汗 我是患者 我了解一个家庭 如果有这样一个患者 对患者本身 对家长 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 但如果你不检查 他打掉 他又不守得 那就冒险 有人会冒险的 你这个家庭 会出现第二个患者 那生活没法过了 所以这个基因检测 教廷 对我们患者来说 是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 社会上也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本着忧生忧郁的原则 像这样的基因存在缺陷的家庭 就不要再生孩子了 不要让不好的基因再流传下去 这也让这些患病家庭承受着莫大的压力 然而齐名教授 却对这种看法 完全否定 我们已经把好几千 就是正常的人 我们认为他是没有家族史 个人也是正常的 然后科学家 艺术家 政治家 运动员和普通的人 我们把他这个身体里面 两万个所有的基因都检查了一遍 那么我们现在发现的话 就是我们中国的古话说 人模完人的话 完全正确 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身上的这个基因都是好的 总有这个三十五十个基因是有问题的 那么就说 也就说每一个人都有生这个 有遗传病和出生缺陷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让谁就不要生孩子 我们身上所携带的有缺陷的基因 就是神秘的隐性遗传病的来源 但是只要正确使用科学手段 就不会生出残疾的孩子 如今 无论是专家还是患者家庭 唯一的愿望 就是国家尽快确定基因检测试点单位 让基因检测工作尽快恢复 而国家也正在加紧推进这项工作的进步 让这些家庭可以看到一丝光芒 精神控制 死亡射箭 眼神音 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能否成为现实 走进科学栏目 与你立即接触 世界科学最前眼 了解科学家如何完成这些 不可能的事